我们今天还是有一点点时间 要来分享主的话 请我们看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们要接续上一周来讲 生命茁壮的必要和榜样 那上一周我们讲了什么呢 那这是一封书信 是一封六十几岁的老传道 写给差不多四十岁的人的 一个传道的信 告诉他说 我已经到了我生命的末期 因为他应该是关在地牢里面 那在那个时候保罗 因为他是一个罗马人 他受到相对好的待遇 但是因为他们一直要把他陷害到死 所以他有些权力给他保存着 却给他受很大的苦楚 那他在那个监狱里面 我上次也提到我去看 那个是就是非常潮湿的 非常潮湿的很暗的里面 他把他最后心里面的话写下来 以后就把他分成四章 我们来看 那保罗告诉他的 这个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 说当我们生命得着之后 要怎么样的茁壮和成长 还有传承 我们要知道 人之将死其言 他把他最好的东西写下来 是写给个个人的 所以我们相信 那在今天受洗的时候 我们也告诉各位 有这样子的事情 好 我们上次已经提到 生命茁壮的必要的时候 我们说那是 第一要得着 刚强跟传递教训 一共有十一个动词 在这个当中 在整章里面 其中第一个是被动命令式 其他十个是主动命令式 所以第一个刚强是被刚强 那么刚强之后呢 你就要传递教训给别人 作为一个中心的教师 第二个他提到的就是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 同领话语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你一定会跟我一样有苦难 在那个时代 他们的苦难就是被抓 他们的苦难就是被下在监狱里面 在我们今天的苦难 每一个人不一样 但是我们都会经历 某种程度的苦难 因为我们相信主这件事情 不是这么简单说 我相信主 我没有问题 是 但是这个世界上会有 这个反对我们的 在灵界反对我们的 所以不会有 所有美好的日子可以过 因此我们会有很大的难处 我们会有想不到的难处 那保罗就提醒他说 你要像专一的军人一样 服从你的长官 你要像规矩的选手一样 做每一个基本的动作 你要像劳力的农夫一样 去收割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得到奖赏 你就会得到粮食 你就会得到神给你的恩典 这是我们上次所说的 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到第三个 就是谨记教训 谨记福音内容 跟提醒福音果效 在讲的时候 在讲之前 我们先来读这一段的圣经 八节到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 预备请 你要纪念基督乃大卫的后裔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我这福音受苦难 和永远的荣耀 有可信的话说 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 在主面前 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 这是没有益处的 只能败坏听见的人 好 这里面有两个动词 其他的都是动名词 我上次有解释过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过一的 你回去要去找一来听 那我讲得很清楚 那我先告诉各位 这里面只有两个动词 一个动词就是 记得 第八节 你要记念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而后来还有一个动词 就是在最后面 他说你要 他说第八节 还有第十四节 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件事 使众人回想 他原来是说 你要提醒他们 你要 remind他们 你要使众人回想 就说这件事你已经知道了 我再告诉你一次 你要回想 remind 所以这一个英文我们就说 它是 记得和记得 记得和记得 谨记什么呢 谨记福音的内容 保罗在这边告诉提摩太说 你要记得一件事 你还要提醒别人一件事 一个是你自己要记得 一个是你要提醒别人 这也是我们基督徒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记得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记得福音 保罗告诉提摩太 你要记得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要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和服我所传的福音 我想给你们看经文好了 第八节 他说你要记得什么事呢 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他从死里复活 正和服我所传的福音 在那个时候 保罗跟耶稣基督的年代 大概差距三十年左右 这件事情当时是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就同心提醒 可是我们今天说 因为我们跟他们距离两千年了 而且是不同的地区 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件事情 我们也不记得这件事情 但是为什么保罗提醒提摩太说 你自己要记得呢 因为这个是我们福音的中心 我们的福音的中心就是 有人替我们从死里复活 而对他们犹太人而言 这是他们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 保罗说 这就是我们的祖先所遗传下来的 而且它发生了 刚才我在跟这几位要受洗的人说 我们也没看过耶稣基督 我们也不知道他将来还会不会再来 但是我们就接受 我们就相信 我们就接受 你知道接受一件事情并不容易对吗 我常常讲我们需要很大的信心 才敢结婚 对不对 其实这样讲也不是太准确 其实那时候都迷迷糊糊的 早知道是绝对不会结婚的 如果现在旁边坐了你的配偶 你千万不要笑 你要装作一副 你很不同意这句话的样子 但是我相信你一定同意这句话的 早知道就不会结婚了 就是你看 我现在还在逼他的先生 你看这种人 你逼他他觉得怎么能承认呢 对不对 但是大家都一样的 就早知道就绝对不会结婚的 可是你想一想 我们也不过支持到 我们也不是一直支持到现在吗 早知道 可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要有这个决定 你要有这个信心 我刚才告诉那些 今天要受洗的人说 我受洗四十几年 你问我当中有没有后悔过 绝对有 后悔过后 有没有为我的后悔而后悔 更多 还好受洗了 还好信了 有的时候 这个接受这件事情 我们不知道那件事情的结果是什么 可是当我们接受之后 我们就一直走下去 这个信仰是个很特别的事情 我为什么说 新来的人唱诗歌呢 不是很敢大声 因为没有把握 为什么我们这些 信了这么多年 越唱越大声你知道吗 因为那是我们的经验 那是我们的经验 在困难当中 我们敢这样讲 是因为我们的经验 我有一个学生 他最近小脑中风 躺在医院里面 医生说是绝对没有希望的 我们就发动全欧洲 我们的校友 我们的董事 我们的老师 在校生为他祷告 现在结果还不知道怎么样 不过如果他完全复原 我们一点都不惊讶 如果神要把他接去 我们也没意见 可是我们可以看见 神要给我们的 远远超过我们能理解的 你知道他那个小脑 这个他已经昏迷 到现在他还在ICU里面 医生都说 不是不要念那个医生讲的话 给你们听 他传过来 医生都说 医生因为不是基督徒 他就说 他说你们必须为你们的信仰 他说你们要为你们的信仰 感谢 可能是你们的上帝救了他 他已经可以打招呼了 还可以在那个 那个叫做视频或视讯 对不对 还可以比业 在ICU里面是不可以出来 他还可以比业 你就知道神要能做什么 祂要做什么 所以我们要谨记 我们要谨记 我们要谨记 福音的内容 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 上帝要救我们 第二 要提醒他们 要提醒他们福音的果效 在这里是提到说 当福音临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会改变 我不去解释九到十四节的内容 但是福音是一个很奇妙的 我们会被一直改变 我们会被一直改变 随着年日的增加 我们会一直改变 我们的生命会一直改变 我因为从小的成绩比较好 成绩比较好的人都比较自私 成绩比较好的人都比较凶狠一点 成绩比较好的人都觉得 你要靠我 我不靠你 你听不懂吗 作弊你要靠我 我是不用靠你的 所以他从小就有不知道 从哪里来的自信心 所以像我们这种人 我在大学不到的时候 我就决定 我这辈子不跟人家合作 因为我跟人家合作花不来 我们三个人合作 都是我在出力 三个拿的薪水一样 对不对 合伙也是这样 对不对 最好我就不要合作 我单打独斗 可是随着我年龄的增加 我相信耶稣基督之后 我一直在改变 我一直愿意付出更多 我自己愿意拿回更少 我现在不是在称赞我自己 因为这不是我 这个福音的内容在我的里面 让我愿意付出更多 而不愿意拿回更多 我是真的在主的面前说 这不是我自己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跟别人分享 他如果愿意跟我分享他有的 我感谢上帝 他如果不愿意跟我分享他所有的 那是他的事情 我不必因为他这样对我而这样对他 但是我要怎么对他呢 上帝怎么对我 我怎么对他 这个是福音的果效 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你要告诉你的会友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 我们不会再更自私了 我们只会更愿意付出 我们会愿意更给别人 我盼望我们教会的 ANS的弟兄弟们都这样 我要提醒你们福音的果效就是我们会被改变 我们纵然不好 神还把祂最好的给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也把我们手上有一些好的东西给别人呢 好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知识 好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体力 好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金钱 好的东西可能是我们的 我们对某件事情的看法 我们可以分享给别人 今天有一些弟兄姐妹受洗 我可以告诉你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基督救了我们 福音的果效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有的分给别人 第四 第四组的动词是 竭力 竭力做无愧的工人 和远避世俗的虚谈 我们来读15节到19节 这里面也有两个动词 一个动词叫做竭力 一个叫做远避 我先跟你们讲答案了 竭力跟远避 我们来读一杯 请 你当节神面前得你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 因为这等人必尽到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窗 越烂越大 其中有徐弥乃和非礼徒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事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上面有这印记说 主认识谁是他的人 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 总要离开不易 我上次有说过 这一段圣经里面 有非常多中文 看起来像动词的 其实在英文它也算某种程度的动词 比如这边就有很多 他们偏离了 这是动词 说 动词 就败坏 动词 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 也是动词 上面有这印记 说 主 认识 又 说 凡 称呼 总要离开不易 可能离开也是动词 对不对 可是这些都不是动词 这是动名词 或者是分词 如果我们对英文的文法 有一点点了解 或者 当然我们不会懂希腊文 你就会知道 一个句子里面 只有一个动词 只有那个才最重要 其他都是在描述那个状态 而这里面 最主要的动词是 第 十五节 竭力 你应该努力 还有第二 你要逃避 所以一个竭力要做一件事情 一个要逃避做另外一件事情 这两个是在讲到有关于我们的口舌 有关于我们的嘴巴 有关于我们的讲话 我们讲话 那要怎么样呢 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 当我们做了主的门徒 我们生命要茁壮的时候 我们要竭力做无愧的工人 要远离世俗的虚谈 这两个都是有关于我们讲话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保罗告诉提摩泰说 作为一个主的仆人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 作为一个主的儿女 我们跟别人讲什么呢 他告诉他做无愧的工人 什么就是无愧的工人 可能我们不是很理解 因为无愧的工人就是 你要讲出对的话 讲出对的话 那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解释的呢 他是这样讲 他说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工人 什么叫做无愧的工人 后面解释了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就是你要把道讲清楚 你要把信仰讲清楚 我们的弟兄姐妹 你刚刚信主 你不会把信仰讲清楚的 你只有说 最简单的就是一个 我是一个不够的人 我是一个不足的人 我是一个有软弱的人 我是一个还会犯罪的人 来 还会软弱 还会犯罪的请举手 动作太慢了 这样动作太慢 不像我们教会的人 觉得自己还会软弱 还会犯罪 还会骄傲 还会嫉妒 还会嫉妒的人请举手 当然嘛 当然嘛 谁不会啊 谁不会 我应该比你还努力 我已经信主五十年了 我不要讲别的 我昨天晚上半夜醒来 我一直在跟神祷告 我就发觉我这个也没做好 那个也没做 我说主啊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下次跟宏达讲话的时候 我要再温柔一点点 我不应该对他这么凶 我在什么 是真的 我是真的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昨天晚上半夜 我醒来我就觉得 我这个也没做好 那个也没做好 我这个不是 我这个不是自责 而是我越靠近上帝的时候 我越发觉祂的圣洁的时候 我越发觉我还差很远 以前还觉得很不错 后来越靠近上帝 越发觉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都还有不够的事情 那所以如果说 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 那就是知道我们是一个不够的人 我也觉得很奇怪 不过他们 有的还没有信耶稣 我也不敢这样讲 总觉得我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 对不对 问题是谁要比下 我们应该比上 对不对 我们应该比上帝 谁要比下呢 因为人往高处爬水往 低处的早就告诉我们了 所以你不要去比 我比顺子好多的 我比光州好多的 我都没想到他那么会发脾气 对不对 这是比下 我们不比下 我们比上 比上 所以我们应该来到上帝的面前说 祂虽然没有做好 可是对我来说没有问题 我可以接纳祂 我可以爱祂 可是我却要做得更好 这个是我们的生命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东西 我们基督信仰见机在什么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是个罪人的第一 第二 上帝愿意拯救我们 这是最奇妙的事情 你知道稍微想一想就不可能 上帝这样的一位神 愿意跟我们在一起 祂有没有搞错 我告诉你祂搞错了 祂搞错了 我们绝对无法变好的 我们只能慢慢的 还很软弱 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 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 你要竭力做无愧的工人 当你讲对的时候 别人就好起来 好起来你就讲更对的东西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教会的讲台 到目前为止 一定没有给很多人讲 而且讲的时候一定要讲圣经 而且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规定是 只能照单卷讲 只能照单卷讲 就是讲完一卷再讲一卷 为什么 因为这样那个讲员就不会乱跑 而且他一讲错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他不会让他随便讲 所以无论是秋华 无论是光州 无论是我们都规规矩矩的 照着次序讲 因为讲对了 我们才会好起来 所以无愧的功能就是把神的话讲对 那基督徒只要讲说 我是一个还不够的人 你永远就讲这个 我是还不够的人 可是耶稣基督会给我恩典 这就是无愧的功能 至于我们的信仰会随着我们生命的改变 我们会更了解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而保罗告诉他 另外一个我们不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远避世俗的虚谈 远避世俗的虚谈 为什么要远离世俗的虚谈呢 因为这是个恶性的循环 那就是世俗的虚谈是什么呢 世俗的虚谈就是 说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说复活的事情已经过了啦 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或者是在上面 他说 他们讲的话会让人进到更不进前的地步 他们的话如同毒疮 越烂越大 其中有当时的那些人 其实今天到底什么是我们不要讲的东西呢 今天我必须在这里告诉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谓不要讲的东西 是指那些东西会败坏我们的信心 不是讲着说 除了圣经以外的事情都不要讲 没有 完全不对 今天有些教会 他们是只讲圣经 有一次我受邀到美国一个教会去讲道 他们是慕名找我去 然后他们很高兴我去 很高兴我去 当然他们也听了一些讲道 然后才把我找去的 找去以后我就被接待在一个人家里面 然后接待我的那个人就跟我说 李长老 我们很喜欢你这样子 所以你来我们很高兴我 他还是让我全年挑我可以的时间 你知道一般都不会这样吗 就是说我们给你一个时间你可不可以过来 他全年让我挑一个时间 他说你最方便的时间你就过来 我就去了 我住在那个弟兄的家里面 他就跟我讲一件事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们最喜欢的是我们教会的牧师的讲道 那你干嘛请我呢 对不对 他说你最喜欢你们教会的牧师 就要找我过来 你看我们很软弱 对不对 你讲这个话让我们很难过 那我就说真的 我说那你们牧师 因为我没听过他们牧师讲道 我说你们牧师讲的怎么样 他说我们牧师很会讲道 他非常的敬虔 他除了讲 除了神的事情之外 什么都不会讲 这跟我不一样 对不对 你们都听过我讲道吗 对不对 我神的事讲不讲 吃饭的事讲不讲 做朋友的事讲不讲 一起出去玩讲不讲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他可以 不用吃饭 不用睡觉 继续做基督徒 我很难 对不对 因为不吃饭 又不睡觉 那你不是要死了吗 对不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信仰 如果不是落实在生活当中的信仰 都是理智上的信仰 后来他就跟我讲说 他说我们的牧师讲道 他一讲就可以从创世讲到启示录 而且中间没有一句话 不是圣经的话 他真的请错人了 我不是这样 我一段的圣经 我一定要把它解释成 最后可以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生活当中 所以我压力很大 可是我为什么会这样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讲道 有一天吴勇长老跑来教会聚会 他为什么 他平常不会来聚会 那为什么来聚会呢 原来那一天 他答应了哪一个教会他忘记了 那个是三四十年 三十几年前的事情 他忘了他答应哪一个教会 他就跑到那个教会去说 那个教会说 吴勇长老今天不是你讲 不是我讲 他就跑到另外一个教会去说 是我讲道吗 不是因为两三个教会都不是他讲 他就回我们教会 我一看到他进来 我说吴勇长老太好了 你来 这个你来 你来讲 因为今天是我讲 吴勇长老说 第一 说不定人家找不到我 会打电话进来 我们教会找我 所以我就要过去 对不对 这是第一 第二 他说我从来没听你讲道过 所以在这边听一听你讲 然后那一次我就非常害怕 因为他在下面我怎么讲得出来呢 对不对 就好像我坐在下面 我太太就不敢讲道一样 后来我就坐 他就在下面讲道 他说你不要管我 他说我随时可能会走 因为电话一打进来我就走了 那三十年前 他第一次听我讲道 讲完之后他就走了 我一讲完他就站起来就走 然后我就聚完会 我就刚刚追出去追到门口 我跟吴勇长老说 我跟吴勇长老说 我吴勇长老你难得听我讲道一次 你也讲讲我讲的怎么样 教教我这样子我可以改变 我只有吴勇长老大概 只有听我讲过一次道 那一次他给我的comment 他那次给我的评语 对我一辈子都记得很清楚 他跟我说你全部讲对了 他说你全部讲对了 他说但记得要讲生命的道 要能够让他们落实在生活中 这样听得懂吗 就是说我讲对了 不是讲对了不一定有用 你听得懂吗 我讲最对的方法就是什么 时间一到 我就照圣经念给你们听就好了 我不要讲就念 就一定对 对不对 我绝对不会错了 我就是今天念题目太后书 我就念完了 也就是二三十分钟了 对不对 你们高高兴兴的回去 讲对没有用 讲对没有用 一定要讲的让他们可以怎么样 生活当中 还有一次有另外一个人 也是我的老师 他教我讲道 有一天我讲了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到底要不要人活下去 我就心里想说我讲道不是叫他活吗 他说你这样讲道别人怎么受得了 我说怎么会受不了呢 他说你连窗户都不开一个 我们到底要不要透气 你不明白他讲的 他就跟我举例 他说你讲得这么紧 我们连透气都来不及 他说你又不举例 又不讲故事 又不解释 你就是把那很密集的讲完 他说我们进去都消化不良 我不会自己读圣经 他问我 他说我老三就跟我这样讲 我被他吓坏了 他说你要讲清楚 这个东西要怎么用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讲道不是讲得非常的圣洁 你在我们教会的听讲道 你不会只听到那个讲员很圣洁 我相信你们在我们教会聚会 你们所听到我们在这边讲的 跟我们的生活差距不大 可是我知道很多的牧师 他在讲台上讲的 跟他的实际的生活差距很大 因为他以为在台上要讲得非常的圣洁 可是我们你看刚才我一讲说光周会生气 大家都笑了对不对 因为他一天到晚 不是一天到晚生气 他是一天到晚讲他生气 你们不要这样好不好 他没有一天到晚生气 但是他愿意把他的软弱让我们知道 他愿意把他的软弱让我们知道 因为这个是真实的生活 我们不能表面讲是一套 另外是一套 可是我知道很多人讲 他就说 不要 一直告诉我们 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不要这样 不要那样 我也知道不要 问题是我做不到 这样听得懂吗 不是我们要不要的问题 要不要也不用在教会里面学吧 要不要我们都应该知道吧 就是做不到 所以我们应该在这边让大家知道说 圣经怎么讲的 我们应当怎么样从神得着力量 恩典连续 然后我们慢慢的改变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 不要 要竭力做无愧的功能就讲清楚 然后远避世俗的虚谈 然后我讲一讲无愧的功能 什么叫无愧的功能呢 我再念给大家听一下好了 我念 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 做无愧的功能 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做无愧的功能 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 什么叫做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呢 就是应该怎么样讲解圣经 讲解的让大家都明白 做无愧的功能 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 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 都愿意追求神的话 而且在讲神的话 让各位可以慢慢的把 这个神的话弄清楚 在这个当中有一个隐喻 就是要做无愧的功能 这个无愧的功能 可能我们需要理解一下 功能 这里的功能是指一个工匠 不是一个做工的人 是一个工匠 什么叫工匠 就是比如说我们举说 到博物馆里面 有看到那个雕刻的东西吗 你们有没有看过 一个象牙里面 里面有十几个象牙的球包在里面 你怎么包的呢 它不是 它是用一个象牙雕出来的 它是一个象牙 然后最大的一个球 把它弄成一个球 然后里面一直雕 一直雕 可以有十几圈在里面 是可以动的 其实它不是合的 它不是合起来 它是一整颗 那怎么弄呢 就雕出来的 它雕出来的 或者一个画家的名画 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画家的名画说 很漂亮 其实也不是很会看 别人说很漂亮 我们也装着一幅很会看的样子 就是 可是有一次我到 然后在那个巴黎的奥赛博物馆里面 看到莫内的画 莫内有一幅画 可能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个日本桥跟那个岁莲 那我就看到那个莫内的画 在巴黎的那个奥赛博物馆里面 过了不久我又就到了美国去了 就同一次的旅行里面 又到不同的地方去讲道 就到了美国 到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又看到那幅画 我就很惊讶 我说我跟莫内这么有关系 你看那幅画他在那边我看了 然后我过来这边 他就移到这边来给我看 你看我跟这莫内的画多有关系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不是这样 莫内光画那一个情景 你回去查资料 他春天画 秋天画 冬天画 他早上画 晚上画 画不一样的景 这样明白吗 同一个景他画不一样的时段 不一样的样子 为什么 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画 让自己变成会画 所以他不是本来会画的 不是有的人天生会画的 他要把一颗象牙雕出来 他也不是一次就雕成功的 他不要雕破多少个象牙 对不对 所以就保育起来 不然的话象牙 象都没有牙齿了 对不对 要保育起来 因为他伤害太多了 他伤害太多了 但是他不会一次就做起来 所以我才知道说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即使是天才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来练习 所以做无愧的功能指的是我们必须要 要一直重复的做那件事 我可以告诉各位 直到今天 直到今天我预备讲到还是这样子 我已经讲到讲三十八年 今年三十九年 我到现在讲到还是一模一样 我从一篇讲章从决定讲这一篇 到全部写完要三十个小时 我到今天还是这样 我已经讲三十八年了 所以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 你现在会讲到没什么了不起 你到四十年之后 你还像你第一次预备讲到那样的预备 才了不起 只要做工匠 你做每一件事情都要这么认真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无论在工作上面 无论在待人上面 我们只有越做越好 越做越真 不是越熟悉就越马虎 我前两天去看寇少恩牧师 我就看寇少恩牧师 他每次生病的我就要去看他 看他我就要念他 念他 因为他总是做超过他能够做的 他说我每次跟他说你做超过 他说李健我知道 但是我没办法 所以一方面他值得被鼓励对吗 因为他这么认真 我那天去看他家的时候 他还是一样 他在他餐桌上面 我也是在我的餐桌上面读圣经的 他摆的满满的 然后放了彩色笔 六十几岁的人 放了彩色笔 然后我看他在那边画 我一按电影 他就过来他就跟我说 你知道吗 他就说你见 他每次都叫我见 不好意思 我收一下 我收一下 他在那边画 他的那个圣经里面满满的 画的满满的 像头一天一样 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这样 我们只会越做越认真 所以无愧的工人 是我们生命可以茁壮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重复做重要的事 OK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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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一个相对的 要逃避一个东西 要追求一个东西 我们还是先来念 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在大户人家 不但有精器 银器 也有木器 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 就必做贵重的器皿 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 这里有两个动词 第一个动词在逃避 第二个动词在追求 逃避追求 这些都作为一个形容的 或者举例的内容 用来告诉提摩泰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追求公义性的仁爱和平 然后这两个的目的 他用这个举例告诉我们 大户人家有精器银器 木器瓦器 有这样有这样 但是谁可以被神做贵重的器皿 所以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应当逃避私欲 与追求良善 这里提到有大户人家 有精器银器木器瓦器 大户人家是什么 就是有些人家很有钱 我曾经去过南洋 很多大户人家 我到他们家住了十几年 我从来没看过他们家 到底真正长得怎么样 因为我所活动的范围 就这么大了 然后在里面的我都没看见 我不知道他们家有多大 就在外面那样看一看 然后我住的房间已经很大 他给我住的房间很大 他给我住的房间 大概叫我们这里的一半 一半 然后又分成一半 这边是卧房 可能卧房都不止这个一半 然后这边是一个 更衣间跟浴室跟厕所 很大很大 我只进过我的房间 我没有进过主人的房间 如果给客房都这样 你想想主人房的 而且他们家有好几个 叫做主卧房 好几个 因为它有爸爸有妈妈 对不对 爸爸妈妈是一间 对不对 还有几个孩子 每一个人一间 他们结婚了 房子都很大很大很大 那大户人家是什么 你进去之后 你看到这个也没见过 看到那个也没有看过 他们家那个钟在那边 他们家一张餐桌 可以坐二三十个人 不是开玩笑的 二三十个人 一张餐桌 然后中间不是有个转盘吗 对不对 那个转盘靠近 就是那中间的转盘 靠近你的这个桌子的外缘 是这么多 这么多 可是那个转盘 你中间你根本没办法摸到 你就是摸到那个转盘的这里 所以那个菜如果排开来 就是排在外围 那中间太远了 你根本拿不到 这大户人家有各种东西 我有看过 因为我每年去他们家住 就看 因为到那边讲道 他接待我 我就就是这么多东西 大户人家有金器 银器 木器 瓦器 这里告诉我们说 有作为贵重的 有作为卑贱的 他说有些是贵重的器皿 那么贵重的跟卑贱的 怎么区别呢 不是用用途来区别 不是用材质来区别 他说是用干净不干净来区别 不干净的东西可以用吗 对不对 即使再贵重 你要用以前都要把它 弄干净嘛 弄干净嘛 你是不干净的东西 你就不能用 这告诉我们 我们一样的 我们本质好 本质不好 本来就会有差距 我们有的人长得好 有的人长得差一点 也有差距 有的人他是很好的品格 有的人品格差一点 这个也有差距 我们有的人很聪明 有的人就没那么聪明 你知道我们就是有差距的 可是神不以这个来断定我们 神断定我们是这个人是 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 我们没有一个人用一个碗说 哇 金碗 对不对 可是它是脏的 你会拿来盛饭吗 你不会嘛 如果说必须吃饭的时候 一个脏的金碗跟一个木碗 你会用哪一个 如果木碗是干净的 当然是木碗 你说我要用金碗 那你要洗过 这样明白吗 所以神怎么用 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是洁净的 可是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自洁 所以说人若自洁脱离卑间的事 是指我愿意自洁 当你愿意自洁的时候 神就洁净我们 当你说我错了 所以基督徒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错了 因为当你说我错了的时候 是表示你愿意寻求人家帮助 对不对 所以死鸭子嘴硬就是 我绝对没错 当你说我错了的时候 就寻求人的帮助 当我们说我错了的时候 就寻求神的帮助 你要知道当一个人说我错了 就是愿意自洁 如果我们仰望主 并不代表我们下次不会犯错 可是当我们说我错了的时候 神就给我们恩典 同样当别人说他错了的时候 我们就要给他机会 你知道我带你们读圣经 对不对 我从头一天开始就告诉你们 我知道创世纪你们都读得完的 所以我就不说什么 到你们出埃及记出不来的时候 有没有 到了21章 22章 你就走不动 你就走不动了 那我们走到40章了 因为从25章开始到40章很难念 我也知道很难念 因为我也很少念完过 我每次到那边去 噼啪啪啪翻一翻过了 就这样子 可是我到了立位记的时候 我就跟你们讲 出埃及 还没读完的跳过出埃及 我为什么这样 我告诉你 我这是依据圣经给我们的准则 我们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做到对 所以我现在要求你们 从这个礼拜开始读马可福音 可以吗 明天开始读马可福音 如果说我马太没念完 你到21章了没关系 22到28章很快 一口气就念完了 那我让你一天 但是如果你说马太第三章 那我可以告诉你 你把马太放着 我们读马可 因为人不能一直跟不上进度 听得懂吗 我们的生命老跟不上进度 你会灰心 我们就抓着你 我们就一起过了 所以请你读马可福音 还没有加入 Just read it赶快进来 从马可福音 这个礼拜开始念马可福音 一天五章 一天五章很快 你都是没有试过 你就说不行 试过的人都告诉我可以 我的学生第一天见面的时候 上完课回去 在十几个小时之内 要读完五十章圣经 我们才见面 我告诉你 没有做不起来的 才几分钟你就做得完 但是我们要 我们要放下一些东西 我们要追求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有贵重的 有卑贱的 那个不是差别 真正的差别在于 我们是不是自节 是不是干净 好 所以贵重的器皿就是干净的器皿 而我们的做法就是要逃避私欲 和追求良善 我再把逃避私欲 追求良善跟你们讲一下 这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保罗告诉他说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你要 这是你 同那清新祷告主的人 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 我们个人的私欲不一样 有的人在金钱上面 没办法胜过 有的人在名誉上面 没办法胜过 有的人是看不得别人比他好 有的人老是鄙视别人 每一个人在软弱上面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对付 自己对付 所以你要逃避 个人逃避自己的软弱 可是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们就要一起追求 一起追求 所以如果你来我们教会 你受洗了 你一定要常常跟我们在一起聚会 要找几个人做你的朋友 因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你一个人很难 就好像读圣经一样 读圣经我们大家一起念 就很快 你念到哪里了 我鼓励一下 你鼓励我 我鼓励你 走过去就好了 而且有人帮我们彼此监督 我们就越做越好 可是罪恶的事情 因为牵涉我们个人的事情 所以你要逃避 却要同来追求 这样明白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以让我们明白 好 最后一个只有一件了 第六 第六 对不起 第六 我们先念好了 第六 第六我们来念23到26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请 唯有那无学问的辩论 总要弃绝 因为知道 是起争敬的 然而主的仆人 不可争敬 只要不互合的带众人 善于教导 存心忍耐 用劝戒那抵挡的人 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 可以明白真道 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辱去的 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 最后一个动词是弃绝 弃绝什么呢 很奇怪一件事情 它是告诉我们弃绝辩论与增进 这个是指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传福音最好的方法 不是用辩论的方式 把对方辩倒 没有意义的 第一个你辩不倒他 他没有把你辩倒 你就很嘎嘞 你还想辩倒别人 而且当我们有争辩的心的时候 其实别人就起了防卫的心 最好传福音的方式就是 温温和和的带众人 我们活出我们生命的美好 人家一定跟随我们 我在传福音的路上 或者我们教会在传福音的路上 你应该知道我们传福音的方式 没有强迫人家的 我们要么陪你读一段书 要么跟你出去玩一玩 要么我们一起来吃饭 因为我们这里是有真的东西 所以不怕你来找 不怕你来问 但是辩论营很少 我这一辈子很少跟别人辩论营 我是会辩论的人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就设计一套 怎么样辩论到他没有办法 他会输掉 我后来很快就放弃这个 因为我一个最好的朋友 我就拿他来当实验 他最后辩论他输了 他还是台大哲学系的 我是台大法律系的 我就跟他辩论 后来他输了 你知道他最后输了他说什么吗 他说你赢了 我是个罪人 可是我好汉做事好汉当 我宁愿下地狱 我不愿意别人帮忙 你不能说他错 他说你赢了 他跟我说你赢了 我后来非常后悔 在我还在跟他接触的时候 他没有相信耶稣 我希望他现在已经信了 那是给我非常大的打击 他说你赢了 但是我愿意自己下地狱 我不愿耶稣基督拯救我 你有办法吗 所以赢有什么用呢 其实我们这个信仰就是 和别人一起来追求公义信德 仁爱和平 只要我们走在一起 我们就有机会 可是你不要逼别人 所以我们应该用温和的仆人来 其实耶稣基督自己 也是用温和的方式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也很谢谢我们当中 有一些童工 他每次在Just Read It里面 把我们的讲章 统统整理完 剖上去 如果你没有办法记住这么多 没关系 你可以从那里再来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祢的面前仰望祢 谢谢主 我们今天又会用比较长的时间 我们要一起欢喜快乐 我们现在到结束之前 我们还有几个人要做见证 求祢帮助我们 我们用听他们的见证 来享受祢在我们身上的恩典 听我们祷告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